以南又来准时和大家见面了 如果说起日本这个国家 不考虑历史上的一些因素 他们的国民素质还是很高的 不少人去过日本之后都表示 真是一个十分干净的国家 但是却有一点 日本地铁被称为女性的噩梦 真相令人愤怒不已 日本作为亚洲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 交通方面十分发达 地铁就是日本居民常用的交通工具 相信不少人都见识过 日本人早在高峰坐地铁时 还得有人专门把乘客往里推 这个工作叫做地铁推手 他们把人推上去之后关上门 这时里面的乘客摩肩接踵 人和人之间连一张纸都塞不进去 这时很多人就开始动歪脑筋 日本不少女性就遭受过嫌猪手 但是由于人多 根本不好抓住这些坏人 只能忍其吞声 吃个牙巴亏 因此如今很多女性 宁愿打车都不坐地铁 针对这种情况 地铁部门专门设置了女性专用车厢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喜欢别忘了分享给朋友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听我说明是否就不散封门 当然是否最后一会发生的 说明是否就会重新生